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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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今天世界带来了1984年上映的恐怖电影 猛鬼街半夜鬼上床 作为该系列影片的开山之作 本片杀伤力非常强劲 可谓是众多影迷的童年阴影 影片一时 女主Tina莫名出现在一间殡仪馆 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只能茫然地向前奔跑 周围不识传来陌生男人的呼唤 女孩一路跑进锅炉房 男人突然现身 在后面穷追不舍 最后把Tina逼近角落 女孩只听到几声猫叫 看过去却什么都没有 这时男人突然出现 抱住她举起钢爪挠了下去 Tina猛然惊醒 原来那只是个噩梦 她低头看了看腹部 睡衣上有三个裂口 像极了被钢爪挠出的伤口 女孩赶紧拿十字架护身 这个梦让她想起了幼时的童谣 镇上的每个孩子都知道 童谣里的鬼怪 会在梦里要了你的命 第二天早上 Tina把这个梦 讲给闺蜜南希婷 她这一夜都无法入眠 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害怕 南希安慰她 不要太放在心上 每个人都会做噩梦 话虽这么说 这天晚上南希还是带男友来到了Tina家 Tina妈妈要离开几天 女孩不敢在自己睡觉 两个人专门来陪伴她 躺在沙发上聊天时 Tina提起梦里那个男人怪异的手指 南希竟有些意外 因为她昨晚也做了个梦 梦里有个身穿红绿毛衣的男人 她的指甲就像是自制的刀片 Tina听了这话 突然几倍发凉 两人竟梦到了同一个怪物 这时 南希男友德普插进来打断他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男孩长得很眼熟 请不要怀疑自己 他就是大家熟知的杰克船长 本片是约翰尼德普的荧幕处女座 德普还没说话 就听见外面有声响 Tina也听到了 两个女孩紧跟在她后面 出了门口 德普让他们留步 自己走进了黑暗 她喵喵叫了几声 没得到回应 回头正要说话 一个人友突然把她扑倒 原来是Tina的男友小罗 四个人吵吵闹闹 先后回房 午夜时分 Tina被一阵敲几声吵醒 她拍了拍身边的小罗 见她睡得正香 便独自去窗边查看 有人正用石块击打窗子 还在不停呼唤她的名字 此时南希也被一阵声响吵醒 墙上有个若隐若现的人影 她起身时 影子已经消失 女孩用十字架敲敲墙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另一边 Tina已经走出家门 寂静的街区 一个人都没有 她闲着声音找过去 突然有个铁盖轰隆隆滚过来 女孩猛地回头 身后又冒出一个戴帽子的男人 这人身材矮小 双臂却极其长 手上还戴着几片金刚狼式的利刃 即使身后背着月光 也能看到她脸上可怖的伤疤 Tina扭头就跑 还没跑出半条街 男人一下闪现到她面前 女孩大叫着跑回院子 听到对方的呼唤回头一看 男人炫耀着切掉两根手指 冒出一股绿色的血 Tina打不开家门 很快就被她扑倒在地 这时小罗被身边的尖叫声吵醒 噩梦中的Tina还在挣扎 她跳远了掀开被子 女孩身上凭空划出几道血印 接着又整个人飞到空中 好像有看不见的人正在折磨她 小罗眼睁睁看着她飞上天花板 最后掉下来再也没动 南希听到动静跑过来 被关在外面拍了半天门 德普赶来直接撞开门 两人都被惨烈的景象吓坏了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检验 Tina身上的伤口是被戾气所杀 但是现场没发现任何凶器 小罗由于有不良记录 被列为嫌疑人抓走了 南希的警长爸爸负责此案 女孩还没从惊吓中缓过身 不确定小罗是否有嫌疑 但是她觉得 好友的死和噩梦有关 事发第二天 为了缓解悲伤的情绪 南希照常出门上学 路上她总觉得有些不安 好像有人在后面盯着自己 就在她回头张望的时候 小罗突然冲出来 抱着她倒进绿花袋里 男孩强调自己不会伤人 她只是怕警察会杀了自己 南希问人到底是不是她杀的 毕竟当时门从里面锁着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罗说自己根本没碰Tina 房间里还有个人在 见南希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自己 她恶狠狠地警告她 这时警长举着枪出现 提醒她 只要不动就没事 小罗拔腿就跑 很快又被外面的警察抓住了 南希这才反应过来 爸爸利用自己引她出现 她气得没在理爸爸 转身向学校走去 昨晚一夜未睡 南希在课堂上不禁打起瞌睡 恍惚中 满身是血的Tina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被困在袋子里 好像在对南希说些什么 南希扭头看看同学们 大家什么反应都没有 当她再次扭头看过去 地上只剩一滩血 女孩走出教室 只见尸袋已经被拖到远处 地上还残留了一条血痕 她叫了叫好友的名字 一个看不见的手 扩着袋子消失在拐角 南希追着痕迹跑过去 和一个双马尾女孩一面相撞 当她越过女孩离开时 身后有个男人叫她别再走廊奔跑 南希扭头一看 声音就是马尾女孩发出的 南希没理对方继续追过去 她一路走进地下室 这里的场景 像极了Tina梦中的殡仪馆 神秘人拦住她的去路 露出衣服下的伤口 向她炫耀 南希转身往另一边逃 男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最后把她逼进绝路 嘴里说着快到弗兰迪这来 南希大喊这只是个噩梦 为了从梦中醒来 她狠狠把胳膊按在锅炉管道上 终于尖叫着醒了过来 同学们都扭头看着她 老师赶紧上前安抚 冷静下来后 南希独自离开学校 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 她才发现胳膊上的烫伤 难道梦里的遭遇都是真的吗 为了确定心中的猜疑 南希去警局见了小罗 她问清了凶暗的来龙去脉 小罗很确定 房间里还有个人 但是她看不到对方 只能看到有东西在割梯那身体 就像是四把利刃同时在割他 男孩无法解释这一切 只能把这当作一场梦 就像她前几天做的噩梦一样 梦里的怪人就有像刀的指甲 听到这里 南希害怕极了 她一句话没说就逃了出去 就在这天晚上 怪事又发生了 那时南希正在浴缸里泡澡 嘴里还念叨着那首童谣 她唱着唱着就睡着了 水里缓缓伸出一只带刀的手 这时妈妈突然敲门 女孩醒来问她怎么了 妈妈提醒她别在浴缸睡着 会有溺水的危险 南希不耐烦地硬了几句 却在妈妈走后又睡了过去 突然 水里好像有个人把她往下拽 女孩瞬间被水淹没 她在水里不停挣扎 露出头后尖叫着喊妈妈 很快又被拉了进去 母亲听到呼就赶紧敲门 与此同时 南希终于挣脱对方 爬出了浴缸 妈妈冲进来时喘得比她还重 女孩安慰妈妈说 自己只是沉下去了 可是缓过神后 她还是心有余悸 午夜时 德普偷偷溜进南希卧室 她家就在对面 只要爬上二楼就好了 南希问她 人会不会梦到即将发生的事 德普不懂她什么意思 接着南希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 她要去找一个人 需要德普当自己的警卫 不久后 南希独自走出家门 一路来到不远处的警局 她叫了叫德普的名字 男孩露出头表示自己还在 南希抓紧时间找到牢房 从窗子看下去 那个怪男人果然在找小罗 女孩回头呼唤德普 这次却没得到回应 她眼睁睁看着男人轻松穿过铁门 赶紧大喊让小罗快醒醒 男人看着她笑了笑 然后突然消失在视野里 这时 身后传来Tina的声音 南希回头一看 好友正站在那里向她挥手 嘴里还有蜈蚣往外爬 地上也变成了挤满蜈蚣的泥潭 他边叫德普边沿桥挪洞 怪男人突然从身后出现 吓得他赶紧往家跑 不料家里的楼梯 像口香糖一样碾脚 男人紧随其后 他挣扎好久 终于跑上楼 这才发现德普已经睡着了 南希对着镜子大喊 这都是梦 神秘男猛地冲出镜子 把他扑倒 两人在房间里撕打在一起 最后 还是闹钟突然响起 南希和德普终于醒了过来 女孩气冲冲地斥责男友 他只让他保持清醒 看着自己 等他一做噩梦就把他叫醒 还好 只是虚惊一场 这下南希知道 男人将对小罗下手 他不敢耽误时间 当即赶往警局 确认男孩的安全 然而值班警察不肯放他进去 刚巧这天 警长也在这里 南希求爸爸只是看一眼就好 男人经不住女儿的哀求 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不料就在他们拿钥匙的时候 小罗身上的床单 自己拧成一股声 正悄悄往他脖子上移动 很快 男孩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扯醒 不管他怎么挣扎 绳子一股脑 把他扯下床 另一边 穿过铁门绕了过去 南希和警长等人赶来时 小罗已经被吊在半空 没了呼吸 不久后 南希一家出席了小罗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 他告诉爸爸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当警长问起这人的身份 南希只能说出 他的样貌特征 听到女儿的描述 警长的表情 显得有些不自然 不过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让妻子看好女儿 别再出门 妻子说 他有更好的办法 说吧 母亲带南希去了 睡眠研究中心 医生把惊恐仪 接在女孩头上 准备检测 她的睡眠状况 一开始 南希的数据 一切正常 谁知 陷入深度睡眠后 电子屏上的数据 一路飙升 朝上的南希也开始挣扎 妈妈赶紧冲进去 把她叫醒 谁都没想到 女孩身上 莫名出现一块伤口 不仅如此 她手里还抓着顶帽子 说是自己 从男人头上扯下来的 事情越发离奇了 回家后不久 南希听到妈妈在电话里 提到那顶帽子 可是 当她问起爸爸 有没有调查时 妈妈却对此避而不谈 南希知道 上面有那人的名字 弗莱迪 她坚信 弗莱迪正追杀自己 没想到妈妈 不仅知道这人 还确信她已经死了 母女俩为此大吵一架 南希夺门而去 决定想办法保护自己 她在外面钻到很晚 一直拿着本 布置陷阱的书学习 夜幕降临后 当她终于回到家 发现妈妈 竟然给所有窗子 都加上了铁栏 南希冲进家门质问妈妈 终于得到了 她想要的答案 弗莱迪以前是个 专挑孩子下手的混蛋 她在这附近 至少杀了20个人 后来警察好不容易抓到她 她用一位检方的疏忽 得以消耀法外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愤怒的家长们 来到她关孩子的地方 活活把她烧死了 就是因为这样 妈妈才坚信 弗莱迪不可能出来害人了 南希听得浑身颤抖 这些天 她一直不敢睡觉 既然大人们不肯相信她的话 她决定亲手处理掉弗莱迪 像拿出帽子那样 把她从梦里拉出来 当然 这个计划 势必需要德普的帮助 两人约定好午夜见面 临近12点时 德普却躺在床上 不小心睡过去了 南希迟迟没看到德普现身 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不料男孩父亲 不希望两人再交往 直接挂断了电话 南希正胶着的时候 电话响了起来 接起一听 对面只有一阵杂音 吓得女孩直接扯电话线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电话很快再次响起 南希鼓起勇气接起来 弗莱迪低声说 我现在就是你的男友了 接着 她的嘴竟然伸出听筒 直接舔到了女孩的嘴巴 南希扔掉电话 猛踩几脚 突然意识到 弗莱迪去找德普了 然而此时妈妈已经锁上门 无论如何都不肯开门 此时德普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她还打着呼噜 伸下突然伸出只带刀的鬼手 直接把她拉进床里没了踪影 不久后 一股鲜血从床底喷涌而出 母亲听到声音赶过来 只看到满眼的血水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男孩卧室里的血已经渗到楼下 场面惨不忍睹 对面的南希看到爸爸的身影 当即给德普家打去电话 同时把听筒递给警长后 南希告诉她 自己知道凶手是谁 可是当她说出弗莱迪名字时 爸爸根本不肯信 即便如此 女孩已经下定决定 她让爸爸答应自己 到了十二点半 准时撞开自己房门 一定要亲手抓住弗莱迪 为了让女儿早点休息 警长随口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后 她命手下盯住女儿的房间 一有情况立刻通知自己 另一边 南希正在家里布置场地 她在床边门口都布下了陷阱 哄妈妈睡下后 女孩给手表订了个十分钟的闹钟 躺下去后很快就睡着了 梦里 她一路来到弗莱迪藏身的仓库 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当她走进一个烧着火的角落的时候 弗莱迪突然出现 女孩一路向下逃 纵身一跃 跳回了自己家的院子 弗莱迪又消失了 距离十二点半 仅剩几秒 南希正着急 男人突然出现 她紧紧抓住对方不肯松手 闹钟准时响起 南希从梦中惊醒 身边却没有弗莱迪的影子 她起身以为自己疯了 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 弗莱迪突然从床下冲过来 南希弯腰躲过攻击 冲出房门把她缩在里面 接着 赶紧跑到窗口呼叫爸爸 警长手下对她大喊没事了 南希骂了一句 让她叫警长来 说完就跑到楼下躲避弗莱迪 男人冲破房门 意外摔下楼 正好掉在她面前 两人一路追击 最后弗莱迪在地下室 被燃成火球 南希回到门口呼叫爸爸 警长终于冲出来了 警察们撞开门 没看到弗莱迪 南希突然看到一串脚印 她大喊着 她去找妈妈了 赶紧追上去救人 警长赶过来时 南希妈妈已经被烧成黑炭 怕的尸体在妇女俩面前消失 女孩让爸爸先下楼 房间里只剩她自己时 弗莱迪缓缓从床单里钻出来 南希知道她的死穴 这只是个噩梦 只要她不肯相信 一切都不存在 说吧 她转身背对弗莱迪 扭动门把手 打开门时 南希已经回到妈妈身边 德普和好友们开车 来接她上学 她刚跳进车里 还没来得及和朋友们说话 车窗突然自动关闭 妈妈身后 突然伸出一只鬼手 到这里结束 影片一时 在一辆十网街区的校车上 两个女孩正在谈论 坐在后面的怪胎男 周围的学生们相继下车 最后只剩这三个人 到了女孩们该下车的站点 司机静止开过去 没有停车 她不理会乘客的不愿 加速把车开入镜头的荒漠里 一阵颠簸过后 天色突然暗下去 几道惊雷闪过 小车越跑越快 最后一个俯冲停了下来 两个女孩惊慌拍打门窗 怪胎男孩 也越来越害怕 周围的地面逐渐塌陷 只剩几根蹭蹭的石柱 立在那里 校车横在两个石柱之间 摇摇欲坠 司机突然变身为 睡梦杀手弗莱迪 女孩们仓皇躲到怪胎身边 三个人缩在一起瑟瑟发抖 车身不断摇晃 弗莱迪亮出锋利的爪子 缓缓靠近他们 刺了过来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镜头转向一个四口之家 小妹妹听到哥哥杰西的尖叫 妈妈让她不要担心 哥哥只是做了噩梦 原来刚才那幕 只是杰西的一场梦 下楼吃早餐时 杰西说那个房间太热了 自己根本睡不好觉 父亲觉得只是空调需要加福乐 并没有过多在意 杰西本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可是这天在学校时 朋友听说 她住在那栋有铁窗的大房子里 真诚感叹 她父亲可太勇敢了 以前南希被妈妈关在那房子里 亲眼看到 对街的男朋友被疯子杀害 这是全镇都知道的事 杰西没把这些话当回事 可是这天晚上 她也遇到了奇怪的事 午夜时 杰西醒来去厨房拿水 窗边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她确定那人在盯着自己 赶紧追过去查看 漆黑的院子里空无一人 地下室冒出一阵火光 杰西弯腰一看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 正往火里扔东西 那人仿佛不怕炙烤 男孩丢了魂事地回到家 准备去地下室一探究竟 他打开门 发现那人的影子正在靠近 赶紧关门叫爸爸来帮忙 弗莱迪力大无穷还会顺移 很快就抓住了杰西 但是他此行的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威胁男孩协助自己 他摘下帽子 揭开头皮 向对方炫耀自己的脑子 杰西尖叫着从梦中惊醒 接着就是一夜无眠 他以为一切只是梦境 可是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丽莎来到家里帮他整理房间 偶然在衣柜角落 发现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属于南西 里面记录着弗莱迪 追杀他的全过程 但是杰西并不知晓此事 看到日记里形容的那只钢爪 他想起朋友之前提过的女孩 不禁几倍发凉 心中也开始怀疑 或许梦中的那个男人真的存在 这天晚上 杰西又一次从梦中惊醒 他热得浑身是汗 打开灯一看 房间里很多东西都已经热到融化 为了确认心中所想 杰西悄悄走进地下室 竟然在地上捡到一只钢爪 这爪子和弗莱迪手上的一模一样 这时弗莱迪突然出现 催促他戴上爪子试一试 接着又把手按在滚烫的锅炉上 威胁他帮自己杀人 杰西转身就跑 不小心被身后的工具绊倒 他猛地清醒过来 在看时身后已经空无一人 那双钢爪却真实地躺在地上 自从杰西一家搬进这栋房子 里面的气温就越来越高 父亲以为是中央空调出了问题 就在他检查开关的时候 鸟笼突然剧烈晃动 杰西一把掀开帘子 小鸟竟然在他面前暴毙了 另一只受惊咬了他一口冲出鸟笼 划伤了父亲的脸颊 又直冲惊恐的妹妹飞去 一家四口乱作一团 小鸟乱飞了几圈 最后在半空炸成团火球 好不容易收拾好狼藉的客厅 父亲以为是瓦斯漏气 准备好好修理一番 杰西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本来只是想提个意见 没想到爸爸反倒把这事怪在他身上 冤枉他用爆竹整骨了全家 一边的妈妈想帮儿子说话 正值青春期的杰西受不得这种污蔑 气得扭头就走 午夜他被热得一直睡不着觉 下楼透气时 外面的闪电竟然穿透墙壁 击中了厨房的餐盘 最近的事情越来越诡异 杰西心里烦闷 冒雨闯进了附近的g8 这里满是身着异装的男人 他刚点了杯啤酒还没来得及喝 体育老师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接着就把他带回学校法跑 在体育馆跑了几圈之后 老师让他先去冲个澡 没想到 就在节席洗澡的时候 办公室出了状况 体育老师正在奢侈运动器械 墙上的球拍一根根崩断了线 篮球相继滚落在地 接着周围的架子开始拘雷晃动 棒球从桶里喷射而出 老师一个卧倒躲避过去 身后的架子突然挪动 上面的球全冲他飞过来 飞出去的杠铃击碎了窗子 就在他关门的功夫 跳绳飞起来 把他拖进浴室 直接掉在杰西面前 门口的浴巾又飞过来 狠狠地抽了几下老师的屁股 杰西愣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身边的热水喷涌而出 浴室很快升起浓重的水雾 弗莱迪缓缓走向老师 在他身上滑出几道深深的裂缝 对面的杰西一伸手 上面竟然戴着那只手套 身上甚至沾满老师的鲜血 杰西吓得失声尖叫 不久后 警察在街边发现了光着身子的杰西 把他送回了家里 父亲又误会他吃了什么不该吃的 男孩无奈地摇了摇头 被妈妈扶回了卧室 第二天杰西照常去上学 学校门口已经围满了人 他预感事情不妙 朋友拉住他八卦道 昨晚有个疯子 把体育老师当香肠 开肠坡肚 浴室里到处都是血脚印 杰西听了大气都不敢喘 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弗莱迪光是恐吓他 就做出如此大案 这天晚上 杰西又一次从梦中惊醒 抽屉里传出一阵异响 他拉开一看 那双钢爪已经蠢蠢欲动 仿佛迫不及待地被他戴在手上 杰西听到隔壁房间也有响动 他过去轻轻拉开门 妹妹竟然正在唱那首 跳绳童谣 一二 弗莱迪来找你了 三四 你最好锁好门 五六 拿起你的十字架 杰西知道 是弗莱迪在捣鬼 关上门 第二天一早 他问爸爸知不知道 那个女孩的事 为什么会买下这栋房子 没想到 爸爸早就知道那事 但是 由于这房子价格低廉 他没有把女孩的事 放在心上 杰西怒不可遏 贞问他知不知道 那个女孩疯了 妹妹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妈妈赶紧出声制止 这时 面包机突然自燃 爸爸赶紧起身灭火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机器根本没插电 为了弄清弗莱迪 到底想要什么 杰西向理舍求助 女孩果然比较细心 丽莎在日记中 读到一处锅炉房 他们查阅资料后发现 弗莱迪以前 在一家发电厂工作 电厂里就有个锅炉房 两人驱车赶到废弃发电厂 弗莱迪曾绑架了 二十多个孩子 把他们带到这里杀害 在那之后不久 愤怒的家长们 把他绑在里面烧死了 两人在这里 什么都没找到 从这天开始 杰西怕自己 再度被弗莱迪附身 每晚都吃提神药 不敢睡觉 不久后的一天 丽莎按照计划 在家中办了个派对 见杰西一直心神不宁 她担忧地追过去 经过她的一番安慰 杰西渐渐收回心神 两个年轻人 情难自控地稳在一起 没想到 稳着稳着 杰西嘴里突然伸出 只巨长的舌头 女孩正闭着眼享受 她赶紧捂住嘴巴 起身逃跑 派对才刚刚开始 杰西失魂落魄地 跑到朋友家 把体育老师的事 合盘托出 朋友以为 她只是做了噩梦 但是看着她快要崩溃的样子 还是不忍心 置之不理 无奈地问她 需要什么帮助 杰西躺在沙发上 要求朋友看好自己 如果她变得很奇怪 看起来像是做了噩梦 一定要阻止她离开这里 不管是打婚了或者什么 总之不能让她出门 杰西睡着之后 朋友躺在床上看电视 见沙发上的杰西 睡得越来越安稳 她刚准备睡过去 杰西突然惊醒 大喊着说自己又有感觉了 几秒过后 她的表情显得异常痛苦 手指上长出了四个刀片 胳膊上的皮肉四分五裂 逐渐变成了烧伤的弗莱迪 朋友惊恐地敲门求救 弗莱迪很快冲破杰西的皮肤钻出来 钢爪直接插进了朋友的脖颈 男孩的父母在门外大叫 清醒过来的杰西满领泪水 崩溃的咒骂镜子里的弗莱迪 不久后 院子里尝了一阵警笛声 杰西顾不上思考 从窗子逃了出去 她回到派对上向丽莎求救 见男友满身是血 丽莎一时有一些慌张 杰西哭着说 自己刚刚杀了好友 一切都是弗莱迪让自己做的 两人在房子里说话的时候 外面的派对现场也出了状况 烤肉的炉子突然失火 大家以为是意外 随手就处理掉了 殊不知 弗莱迪偷偷锁上了大门 与此同时 房子里的杰西突然冲着女孩大喊 让她赶紧离开这里 弗莱迪马上就要来了 丽莎拿着南希的日记告诉她 一定要想办法抵抗到底 周围的门窗全部自动上锁 电视和鱼缸突然爆炸 女孩一个恍神的功夫 弗莱迪就从杰西体内跑了出来 丽莎仓皇逃跑 然而大门已经被死死锁住 弗莱迪顺移到她面前 抱起大腿 狠狠咬了一口 院子里的彩灯接连爆炸 派对好友们跑不出大门 围在阳台狂拍窗子 丽莎怎么都打不开门 情急之下 她举刀自卫 杰西已经和弗莱迪融为一体 丽莎好不容易刺出去 刀子却像插在棉花上一样软绵绵的 杰西抚摸着女孩的脸表白 接着纵身一跃冲破大门 现场总算恢复了平静 弗莱迪带着杰西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就在大家以为风平愣静的时候 弗莱迪从地底冲出来 一爪子划烂了面前男孩的脑袋 众人四散而逃 院子外围的铁网已经被烧得滚烫 就连泳池都着了大火 弗莱迪在人群中乱杀一通 有个勇敢的蓝衣男孩 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冷血的弗莱迪一把将他推倒 这时 丽莎父亲举枪跑出来 瞩目睽睽之下 弗莱迪中枪却毫发无伤 他恶狠狠地看了丽莎一眼 接着就钻进墙壁 消失在现场 丽莎不甘心让他带走杰西 当天夜里 他开着杰西的车赶到电厂 门口有两个怪物狗看守 女孩闭着眼睛走进去 寻找弗莱迪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腿上奇痒无比 低头一看 伤口里竟然爬满了蚂蚁 丽莎强迫自己稳住心神 绑住伤口 继续深入锅炉房找人 弗莱迪养的怪物到处乱窜 吓得他在厂房里狂奔 好不容易甩掉怪物 丽莎蹲在地上刚喘口气 弗莱迪突然跳到他面前 吓得他拔腿就跑 这条路已经到了尽头 丽莎无处可逃 冲着他大声呼唤杰西的灵魂 杰西回应了女友一声 但是很快就没了声响 女孩估计勇气继续呼叫男友 弗莱迪渐渐失去力气 倒下去时 还在威胁丽莎 会和自己一起去死 丽莎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向他吻了下去 弗莱迪很快就摊在地上 动弹不得 不一会儿 锅炉房渐渐燃起大火 终于把弗莱迪烧得晕死过去 火苗很快就消失了 杰西缓缓站起身 剥下了属于弗莱迪的皮肉 两个年轻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不久后 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正常 杰西改为坐校车上学 丽莎就坐在她的身边陪着她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 两人正和后座的朋友聊天 对方胸口突然伸出一只钢爪 伴随着弗莱迪的音效 校车加速开进了一片荒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晨一点 少女克里斯独自在房间做手工 她极力控制住困椅 手上不停摆弄着胶水 用雪糕棍做的小房子 已经出具雏形 这房子的窗子都被封住了 像极了第一部女主男西家的房子 妈妈终于回来了 她把克里斯安顿上床 让女儿乖乖睡觉 今晚她还有新男友要照顾 到了晚安后 克里斯终于睡过去 可是不久后 她就被一股冷风吹醒 起身一看 那栋阴森的房子就住立在身后 几个小朋友在门口跳绳 不停哼唱着那首童谣 一二 弗莱迪来找你了 三四 你最好锁上门 五六 拿起你的十字架 七八 最好保持清醒 克里斯走向门口 骑车的小女孩主动打招呼 两人还没说几句话 远处传了一阵刺耳的噪音 女孩扭头就进了房子 克里斯担心她出事 赶紧追进去 房子里一点亮光都没有 她笑到地下室 小女孩骑着车迎面走来 告诉她 这就是弗莱迪带我们来的地方 看来 这就是她关孩子们的锅炉房了 但是 房子外面看起来 又是第一部女主南希家的样子 克里斯正准备带女孩走 身后的炉子突然燃起轩轩大火 她一把抱起女孩赶紧往外逃 还没跑出地下室 脚下的地板变成了沼泽地 弗莱迪追来的瞬间 克里斯拔出双脚 一路跑上楼 她回头看了一眼 转身时和一具尸体一面相撞 放眼一看 房间里挂满了尸体 这些人全是弗莱迪杀的 华丽的女孩让她放自己下去 克里斯一低头 眼前人已经变成个窟窿 她猛地从梦中惊醒 缓过神来想去吸八脸 水龙头突然夹住她的手 弗莱迪出现在镜子里 另一只水龙头变成钢爪刺过来 伴随着女孩的尖叫 妈妈撞开门闯进来 克里斯再次惊醒 明明一切都从梦里发生 看起来就像是自己割伤的 镜头转向镇上的医院 最近一段时间 医院收治了许多被噩梦困扰的少年 并且已经有不少人自尽成功 此事引起了卫生部的关注 大部分人觉得是心理问题 为此医生们也饱受困扰 尼尔是精神科的负责人 她第一次见到克里斯的时候 女孩正在诊室里发狂 甚至割伤了靠近的护工 尼尔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可是女孩一直举着手术刀 边哭边唱那首 弗莱迪的童谣 不让任何人接近自己 让人没想到的是 新来的实习生南希赶来时 只是接下去唱了几句 克里斯就放下刀和她抱着一起 两人拥有同样的经历 第一次见面 就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南希是弗莱迪事件中 唯一的幸存者 七年过去 如今她已是医学研究生 年纪轻轻 就对模式噩梦有突破性研究 卫生部门专门派她来协助医生 事情暂时平息下去后 尼尔向她询问了有关童谣的事 或许是于那段经历太过离奇 南希并未说出实情 两人交谈时 尼尔意外发现 南希在吃一种叫去梦眠的药 她去网上查了查 发现这种新药还在实验阶段 具有抑制梦境的效果 第二天 南希就被安排到团体治疗区 住在这儿的孩子们 饱受噩梦困扰 都有过伤害自己的行为 晚上 克里斯独自在病房画画 她太久没休息 一不小心就睡了过去 不一会儿 一辆小三轮车 划着血迹驶进来 上面 却没有小女孩的影子 克里斯心里一惊 赶紧贴着墙离开 三轮车仿佛受了极强的高温 在她眼前慢慢融化下去 周围响起刺耳的哀嚎声 克里斯吓得愣住了 面前的房门突然紧闭 她被关进了那栋房子 一楼的餐桌上有只烤乳猪 女孩盯着她不敢动 小猪突然起身嚎了一声 吓得她赶紧往楼上跑 上面的地毯浸满了鲜血 一条巨物穿越地板又钻进墙壁 克里斯吓得失声尖叫 眼睛直盯着对方不敢放松 那巨物绕了一圈突然消失 女孩紧张地扫失全屋 脚下猛地钻出条巨蛇 顶着它摔到地上 张开巨口 准备把它吞下去 惊慌中 克里斯尖叫出南希的名字 另一边的南希瞬间醒来 她看着从克里斯家里拿来的房子 仿佛听到女孩在呼唤自己 突然一阵头晕袭来 她倒向椅子 竟然直接落进克里斯梦里 巨蛇马上就要吞掉女孩 南希拿起玻璃碎片猛刺过去 克里斯终于得救 巨蛇起身时露出弗莱迪的脸 她认出了南希 南希让克里斯赶紧带自己出去 只见女孩捂着头一闭眼 两人同时回到现实 第二天 南希抱着小房子找到克里斯 问她以前有没有把别人带进梦里过 原来 这不是克里斯第一次这样做 从三四岁起 她就会把爸爸带进梦里保护自己 爸爸一直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后来她的父母离婚 就再也没有试过了 接下来是集体治疗的时间 医生把少年们都聚集到一起 他们觉得大家患了集体歇斯底里症 这是一种类似于精神错乱的症状 一群人被非理性信仰 或道德恐慌支配 就会出现类似的身体疾病 可是这些孩子彼此相识之前 就会梦到同一个杀手 治疗会上 古板的女医生提出 他们的异常行为 源于心理创伤 或者道德冲突 总之 就是些青春期常有的问题 少年们早就对医生不抱希望 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抵御梦境 每天晚上 同房的轮椅男孩和诗语男孩 都会轮流首夜 睡着的人稍有动静 首夜的人会立刻叫醒他 克里斯和南希的到来 再次激起了弗莱迪的攻击 他附身于男孩小卷毛的玩偶身上 小卷毛从梦中惊醒时 弗莱迪已经靠近过来 他挑断小卷毛的手脚筋 当成提线木偶带出了房间 室友看不到他梦中的场景 以为他有梦游 看了一眼就睡着了 弗莱迪把小卷毛带到楼顶 玩够了之后 他一刀切断四条筋 男孩身子一歪掉下去 再也没醒过来 事发之后 医生再次把大家聚集到一起 他们依旧给此事定性为 自我了结 丝毫不听孩子们的申辩 女医生不顾南希的劝阻 执意要给他们开安眠药吃 还好就在前一天 南希已经和尼尔交谈过 虽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尼尔还是选择相信南希 担下全部责任 给孩子们开了梦眠药 可是意外接踵而至 第二天晚上 一直梦想做演员的女孩星梦 不敢睡觉 坚持在电视房通宵 碍于医院昨晚才出了意外 心软的护工 只好放任他一晚 没想到后半夜 星梦打了几个小瞌睡之后 电视里突然冒出弗莱迪的影子 接着就失去信号变成花瓶 女孩调过几个台 都没有改善 台首刚要拍电视 弗莱迪的钢爪猛地冲出机身 脑袋也穿破塑料冒出来 抓住女孩狠狠塞进了屏幕里 不久后 尼尔却参加新梦的葬礼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些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悲伤的时候 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修女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修女了 上次在人群中看到对方时 他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是这次 修女还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了句让尼尔摸不到头脑的话 想要救孩子们 必须让那个骚动的鬼魂安息 尼尔还没来得及戏问 南希就走了过来 等他再回头时 修女已经消失不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南希和尼尔越走越近 如今 音乐已经失去两个年轻人 南希终于说出了真相 获得尼尔的支持后 他再次把孩子们聚集到一起 向他们介绍了弗莱迪的身份 不仅如此 南希还确信 房间里的这些年轻人 是烧死弗莱迪的那些父母 留下的最后一批后代 在尼尔的帮助下 南希带孩子们 进入了克里斯的梦境 孩子们惊喜地发现 自己在梦中 拥有不同寻常的能力 大家没注意到 队伍中少了个人 有个失意语的男孩 暗恋护士许久 今天不知为何 护士主动邀请他一起玩 男孩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 欣然接受了对方的吻 没想到 吻着吻着 护士的舌头越伸越长 起身时 他猛地吐出两条舌头 弗莱迪显行识 床下已经变成一个大火坑 猛烈的大火灼烧着男孩 另一边 克里斯的梦境世界 显现出一场 他能感受到弗莱迪就在附近 尼尔这才注意到 施语男孩不见了 他想出去救人 可是门把手已经被烧得灼热 连墙壁也开始冒出热气 眼看房间就要被烈火吞噬 女医生猛地推开门 叫醒了睡着的众人 施语男孩躺在地上没有动静 他陷入深度昏迷 无法醒来 院长把一切归咎于尼尔 当场撤了他和南希的职位 两人正束手无策的时候 尼尔偶然看见 修女站在阁楼上张望 他大喊一声没得到回应 匆匆跑上去一探究竟 修女好像故意在等他 看到尼尔之后 他缓缓道出了事情的原位 这栋楼已经废弃很久了 这间房子就是罪恶的源头 很久以前 有个年轻的女工 不小心被关在这里 病人们把她藏起来 不断实施暴行 当人们发现女工时 她已经奄奄一息 肚子里也有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弗莱迪 她遗传了无数个疯子的基因 所以才如此风魔 修女告诉尼尔 解决弗莱迪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她的遗孩 送去圣地火化 她说完这些就消失了 此时 南希还守在诗语男孩身边 她让弗莱迪放了男孩 没想到 弗莱迪不仅听到了 还在男孩身上写下了一行字 来救她臭女人 当天晚上 尼尔向南希求助 当年南希爸爸参加了 焚烧弗莱迪的活动 只有她知道 遗孩在哪 可是当两人在酒吧找到她时 男人不愿说出地址 她因为这个人失去了妻子 不想再参与此事 双方僵持的时候 尼尔接到了医院的传呼 克里斯情绪失控 被女医生关进了禁闭室 他们给她注射了镇定剂 孩子们怕弗莱迪趁机下手 只能向尼尔求助 情况危急 尼尔让南希先去救人 自己去找遗孩 两人分头行动 愤怒的尼尔向南希爸爸大发雷霆 逼她带自己去找遗孩 入过教堂时 尼尔偷偷取了瓶圣水 顺便带走了教堂的十字架 不久后 南希爸爸把尼尔带到了一家废车厂 她只知道遗孩在这里 却忘了具体位置 就在两人寻找遗孩的时候 南希已经回到医院 护工不让她去禁闭室见克里斯 无奈 她只好借口和孩子们告别 把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 在她的带领下 孩子们想象自己身在禁闭室 相继陷入深度睡眠 克里斯知道南希不会放弃自己 仿佛早有预感般 和同伴们在梦境里相遇 几个人还没来得及开心 弗莱迪的钢爪突然出现 在隔音垫上来回乱歌 房间里顿时羽毛纷飞 孩子们看不到彼此 尖叫着向南希求救 恍惚中 克里斯突然回到 初见弗莱迪那晚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对话 妈妈的新男友从楼下传来 女孩恳求妈妈别丢下自己 话音刚落 门口的妈妈猛地被人扯出去 接着弗莱迪窜出来 一爪子割下了女人的脑袋 她拎着战利品 在克里斯面前晃 女孩惊慌后退 一个转身飞出了窗外 见弗莱迪没追过来 她大叫着呼唤南希 镜头转向另一个女孩泰伦 梦中的她 如愿变成了坏美女 女孩手持两把小刀 紧张地等待弗莱迪出现 没过多久 一身黑衣的弗莱迪登场 泰伦率先出手 几下就把弗莱迪逼近墙角 没想到 弗莱迪双手突然变成树根针头 直向她双臂扎了过去 另一边 男孩小眼睛在梦中不再瘫痪 她大声呼喊同伴的名字 弗莱迪用轮椅撞倒她 男孩趴在地上 突然记起 自己在梦里是个法师 于是 她念了一阵咒语 向弗莱迪挥出光波 可是她冲过去时 直接被弗莱迪拎到空中 弗莱迪说自己不信童话 痛快解决掉了男孩 与此同时 克里斯逃脱魔爪后不久 遇到了同样逃脱的南希和小黑 三人怎么都呼唤不出弗莱迪 正不知如何是好 面前突然出现一道铁门 门那边是南希熟悉的锅炉房 楼梯下面还冒着火光 他们结伴走下去 终于在最底层找到施语男 弗莱迪猖狂炫耀着猎物 割开舌头 把她扔了进去 好在南希眼急手快 一个飞身冲过去 拉住了男孩的双手 小黑帮她合力救出了同伴 眼见弗莱迪要伤害克里斯 小黑转身抽出结缸棍 刺过去 大家以为弗莱迪要消失了 没想到 她缓缓抽出缸棍 看起来毫发无伤 她掀开衣服 炫耀着肚子上的一张张人脸 这些人使她变强 三个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镜头转向那家废车厂 南希爸爸带尼尔找到弗莱迪的救车面前 尼尔撬开引擎盖 如愿找到了那具遗骸 他们还没来得及带走她 那辆汽车突然启动 不一会儿 弗莱迪的骷髅跑出来 直接向尼尔冲过去 再次见到曾被自己杀死的弗莱迪 南希爸爸恨得咬牙切齿 她举着铁叉冲过去 却反被海骨举起来 一把插进了身后的铁架 远处的尼尔发出惊呼 海骨冲过去 几下把她打倒 接着就尖笑着散尘骨架 另一边 南希等人被困在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 诗语男孩看着同伴 被拖进镜子 终于愤怒地喊出一句不要 没想到弗莱迪就这么消失了 几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庆祝 南希爸爸突然出现在门口 他跨越界限 只为来找女儿道歉 时隔多年 父女俩终于放下隔阂 南希紧紧抱住父亲 没想到下一秒 他就被钢刀刺中 怀里的人也变成了弗莱迪 伴随着南希的哀嚎 尼尔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呼唤着南希的名字 奋力爬出去深坑 把弗莱迪的海骨推了进去 在他把圣水洒过去的同时 另一边的弗莱迪也消失了 克里斯抱着南希的尸体痛哭 却再也换不回他 故事在南希的葬礼中落下帷幕 恍惚中 尼尔又一次感受到修女的存在 他跟着感觉追过去 看到了修女的墓碑 碑上竟然写着弗莱迪母亲的名字 原来是他指引尼尔打败了弗莱迪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弗莱迪的故事还没结束 在尼尔熟睡的时候 床边的小房子突然亮起了灯 看来弗莱迪并未完全消失 猛鬼街前三部作品中 要数这一部的故事性最强 不仅首作的女主回来了 还把弗莱迪的绅士讲得明明白白 本片在某半上评分高达7分 好于82%的恐怖片 可见其在系列作品中的地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师姐的解说 别忘了订阅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Muah Muah